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情况 这地方多久了 两个老人在这里 发高热了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家里面非常的蒙热 空调也没有开 门窗是紧闭的 老人是一个躺在床上发高热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我看了一下像是一个中暑的症状 平时能说话吧老先生 你干按钮就干啥了 你不要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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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天空调一直没开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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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生命是有危害的 高温高热的天气 家中的空调应该适当的开一下 保持室内外的温差在8度左右 这样的温差对于老人的身体是有利的 你不要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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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绳子也不清楚 以前老先生有什么慢性毛病吗 以前也没什么 就是有点血压高 血压高 年纪大的人很固执的 他说不要开空调 就不要开空调 电风扇都不开的 不是空调的东西 几年太阳刚刚上 我刚刚在那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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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社会上 有一部分老人 还是相当固执的 作为子女的话 不能一味地 去听从老人的意见 要坚持自己的一些做法 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 来考虑 是不是开启 家中的空调是什么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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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送进医院后 病情稳定了 今天晚上一个小时五间 就待在床 人糊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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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个三十八多九 血压也高的 那保护也好 可以 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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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